欢迎收看星期三的新闻联播 大师杨宇 先讲一些闲谈 因为有观众说在星期一就撞到我 在湾仔那头 是不是你来的? 是他怀疑是我 今次实际上是我来的 就是他在湾仔 好像是庄士敦道那头 那天我去买书 湾仔有一家天地图书 在那里走一轮 所以如果观众下次撞到我 可以说个hello 没问题的 买了什么书? 那次是帮朋友买杂志 买了一本叫城市文艺 这也没问题的 主要是因为他在深圳 他是一个女私人 他写的东西在上面 我帮他买 顺手帮他买 也顺手买一些书 评评亚洲周刊的十大好书 你那些是文艺界的钱很熟 有评论女私人 是 但一般的女私人也是不漂亮的 是 私人读潮水 是 但内地那些是挺漂亮的 是吗? 是很神奇的 香港你会发觉 因为女性作家一般都不特别出众的 是 我同届有一个 应该是我们的年纪层 应该是差不多写东西最聪明的女生 大家开口就有很多粗口 我就不开名字 因为她也挺有名的 现在是 是 很多节目都找她说话 是 所以就是 因为大家对女文青有幻想 我可以奉劝 不用太多幻想 但还不漂亮 是 是吗? 如果很终于很漂亮 也可以 陈考文 还有斯文很跳脱的 是 很难去跟他们 是 除非你刚好也是那个channel的人 否则也挺痛苦沟通的 但是大陆的女私人是很正常的? 说话也不是特别正常的 OK 私人也不是很正常的 不过我的样子更漂亮 那就可以包容一下 哈哈哈哈 两个真是可以包容一下 就是张柏芝 那样是再粗口再变得可以包容的 没有问题 年轻的时候才是 我再补充一件事 我们先说中国历史研究院 他评论上七下乡 我们可以第一个 在香港网台隔壁里面说 这几天各个网台都有人说这件事 是 但篇文已经删除了 哈哈 就是我们说完那天 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其实大家要跟车太贴了 我们是第一个 是否要被删除了 所以没办法了 那跟车太贴不是几道士来的 周时也是 现在至少不是在一些 极度的大时大节的 turning point的时候 所以也没什么所谓 如果去年的情况 跟车太贴真的不太好 就会危险一点 没错 其实这件事补充几句 就是说 上山下乡也好 这些大方向在当局眼中是好的东西 但有很多执行细节的位置 各个部门也要咬一口 这些事情可能在决策过程里 觉得你的口径也不太对 也会令你删除了 那就这么说了 不太好 绝大部分的决策本意也是好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政策走出来都是坏的 哈哈哈哈 但是其实我们是这样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有参与我们 现在这个公司的开会 其实我们开始渐渐 我们搞了一年 大半年都开始渐渐成型 其实我们想出来的主意 大部分都是不行的 但问题是 你希望不行之中 你会改正、改错 其实做事全部都是这样 改正、改错 然后将不行的修改 那你就变成一个对的路径 其实全部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经常说 这个邓小平人说得很对 就是所有成功方案之外 只有一条 就是我穿石头国河 没有其他 你只有一条 就是我穿石头国河 你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 计算到很成功 当然我穿石头国河的话 测试的机会很大了 亦是失败的 亦比成功的多 但是国家来说 我怎么都要走 所以你怎么都要试 试完起码改好过不改 哈哈哈哈 现在永远都是 现在其实走了 今时今日 中国是走了这么多路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都是越黄路 但问题就是 其实你也这么说 所有国家都走了很多越黄路 是 那我个人观察就是 内地起码改的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它肯试试 当你肯试试 其实香港就是最大事的地方 就是香港是不肯试 不肯坐 香港这个是香港最大的问题 是 就是很多时候你都要打烂了些东西 甚至尽管先试试 打烂了一点 你不要一次过打烂了 一次过打烂了 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时候 打烂了你 打烂了一点 但是香港是不是已经去到一个 差不多要大改的时候呢 香港大改的时候 没错 所以大破大立 没错 我们讲完就闲谈 就讲一些严肃的疫情新闻 香港昨天就有53宗新冠肺炎的确诊 那大部分都是本地个案 没练得很清楚有什么输入个案 应该是两三宗都是英国回来 那有两三宗是英国的变种病毒输入个案 那当局就说 暂时没有大规模传播的风险 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同行者 就是都是一个单拖回来 那也都得到隔离 但问题就是本身英国病毒没有大 其他病毒有没有大规模 那状况如何? 没有源头有多少呢? 没有源头的个案是14宗的 就是少了 其实是很缓慢地受控的 是的 很缓慢地受控的 昨天阿逊师傅拍了一条片 我也很同意的 就是她批评林郑抗疫不力 但是她和我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都比较觉得 限聚另一件事 但是吃饭似乎真的应该要放松 是 始终有一些人要出街吃饭 有些人要在夜晚 夜晚开夜班 最限聚你两个人 都可以开晚市 开什么东西 让人可以在夜晚吃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回家吃饭 回早晚五 香港其实有很多人 香港可能有两成的人 我粗量估计是回夜班的 所以1-20% 那些人其实是照顾 我宁愿你在其他抗疫 我一直都这么说 一直都说 你在其他地方会严厉 现在吃饭要放松一点 因为吃饭是一个人吃饭 你可以不喝酒 但是不可以不吃饭 就是说 吃饭是很严重 现在影响太多人的生活 我觉得吃饭就算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但是其他人在收紧一点 你不可以的话 就常常说扭风 那些是没问题的 反而其他的抗疫实际上太松 什么家居隔离 有什么东西太松 那些就太松了 一路都这么说 其他所有的都太松 但是不停搞这些人吃饭 吃饭大过天 对不对 整件事我们说 我觉得这件事很不适合 市师傅也说得很适合 台湾应该是比较全世界 没有人玩吃饭加減饭的方法 只有香港这样玩而已 但是台湾做得好一点 以我了解中 你家居隔离是很严格的 真的会有警察上来捉你去检测 看到你是否在哪个地方 就会去检测 就是诸如此类的方法 香港各个都好 好像半个星期 五个星期 是 但是没有警察上来检测 对 那时候检测上去检测 很不同 是的 没错 我也有亲戚 大概半年前 来香港隔离的时候 就打麻将等等 也有很多人都打麻将 所以这些位置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抗疫就是应紧就不紧 应松就不松 是 也没有考虑大多数市民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而哪些位置可以再紧张 是太狼地 是 是 所以会不会有些AO 现在他们新官上任 先做三个月田的考察 深水埗三个月更好一点 上山下康会好一点 是的 没错 就是要有些民间疾苦的感觉 我真的看这些很不过眼 我最恨的人是什么呢 我最恨的人 你扮尼迪 你什么新私萝卜皮 这个就是永远那个人 有几个故事 有些人看过 听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那个 我经常都说 那个女孩住离木树 那个女孩住离木树 就说她打巴士会头云 这个故事 你打巴士会头云 就要车出车后住离木树 这个经典故事 这个经典故事就是林郑月娥 因为我经常都说 另外一个 她就说 我昨天跟你说了透明状 他说大师说三次 没错 但是那三次 其实我三次是在不同地方说的 所以有时候会重复 在不同的 context里说了 在不同的 context里说了 所以太忠实了 所以就变成了 看了三次 但是 这个离木树也是说了很多次 但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正正的 就是越昂的状况 你不要扮尼迪 知道你是什么出身的 明白吗? 就是要扮尼迪 尼迪 扮尼迪 扮尼迪 你不要这样 你应该是要知道的 如果你是田北出离地 我真的不怪你 你明白吗? 但田北神也要扮尼迪 是的 他们就扮尼迪 像我朋友 那些同学 坐巴士 很神奇 做白菜 把自己都扮尼迪 如果你求线 就是你要扮席地 你 constituents thank you 誰就是扮席地 如果杜明配就扮席地 Yeah 柳明配就扮席地 naive 又忠实你不是OR 大家就这样了 柳明卫扮帖地 我仍然能够明白 他为什么 也合理很多 柳吴正玉好心 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 真是性本卑战地实行明那一种 你不要这样搞 所以很有趣就是 你越是贵族就越是扮帖地 你越低一点就 小人得志就越无伦次了 没错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你不要这样 因为他自己变了 他不止是乱无伦次 他不止是自己民间疾苦 因为你开始更加 离地 因为你不想 让别人觉得 你的出身寒味 所以你就更加要离地 当你离地的时候 你就尽量不去接触那些人 所以你就变了真是离地 如果他不做政治就没事的 不会变成一个灾难 我们先说回香港疫情 香港因为你有变种病毒的输入 所以加菲律宾都怕离了 就封了10个国家和地区 当中包括在香港 当然问题就是香港 一直要将入境的游客 做隔离 他的措施是很迟前价 22号才实施 这个期间中 你已经加了几周 所以就令菲律宾都怕离了 是 香港政府就说 变种病毒个案 香港只有5种 所以暂时都能够控制 南非的变种病毒 在香港就还没有 但是英国变种病毒 就是传播率加5、6成 大师都说 这个是统计学的问题 事实上对 亚洲这些地方 假如spect开去的话 巴西文的影响真的会大 英国是新高 所以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生物学的问题 生物学的问题就是 那样东西的票变会出现在 如果大家全部都是困在一个境内 现在互相segmentize 一件一件的话 很容易会有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病毒 是 但是会不会实际上 按照病毒全部的规律 你怎样都是传播力强的病毒 慢慢取代传播力低的病毒 是 它只会变得更加强的 在这几年之内 是的 还有杀人死 杀人多的病毒 就会漸漸被取体 被取体 是的 但是如果传播力强的时候 杀人多的病毒 它有机会能够流传到 流传到 其实传播率大 所以它的病毒 所以它的病毒 所以传播率即使低 那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都死了很多人 是的 那香港也有些营地要关了 那大家没得去旅行 那就是去陆营园地 即是露营园地 可以试试 在游艇群中未染到 因为游艇现在还是可以的 因为你属于私人地方 你属于私人地方 你当然想不到一个法例 等于家 除非你说一家人 不准home visit OK 那就不同了 不准去你家 不准去你家 存门子 那就不同了 虽然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香港 现在大概住汤房 都很难去人家 即是真正可以去到家的地方 几个人就很少 起码都要1000尺才能招呼到人 是的 没想到 但在大陆1000尺 是基本人群来的 我都觉得1000尺是基本人群 香港没有 香港不但没有 这个就是香港不但没有 而且还有些人是不想香港人有 就是说你都说400尺公屋 大家每人都想 很多人是不想香港人做住私楼 而且不想住1000尺的未来 包括很多大学生都不希望 所以他们支持这样的政策 所以我都不明白 你当然可以为意识形态反抗 但起码令自己生活改善 但是生活又没有改善 那你又不知道回去做什么 他们觉得起码都是被大陆人住的 所以不要起码 有这么多大陆人来香港 哈哈哈 你大陆人来香港就少了 少了很多 尤其是胚伤、杜老鼠、杜老鼠 还有这个也是非常失智的 但是因为有很多失智的人去教 大陆人来香港的数目 是比起他们认为的 港英时代最好的年代是 是少了的 少了很多 还有就是香港的移民人口 港的移民人口 是比起全世界来说 也是少的 就是如果新加坡 新加坡的移民人口 是多、香港是多 近这十年左右也少了 但是其实香港移民 如果以美国为一个国家去计算 在很多地方移民人口 是比香港多 是 还有就是香港的人口增加比率 是 在回归之后少了很多 就是大家 只不过大家是 就是当你政治挂税 白痴上脑的时候 你会将所有的 问题都归咎于别人 即是1977到1997 人口是由400万加到600万 但事实是600多万 但是在这20年的人口 是650万左右 加到750万左右 在这20年的人口 是多了100万左右 但是如果不是继续新移民的话 人口是倒挂了 但是你600多万加到700多万 和400多万加到600多万加一半 那是加一半和加两成的分别 20年加两成 是20年加一半的分别 但是当你政治的白痴上脑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香港的大学生 为什麽程度是这麽低 还未靠人口老化呢? 即是很麻烦 我不明白为什麽在香港 普通人都说 生一代的大学生的程度是低到这麽 即是说还会是得智体群美 他的智力是低的 得欲也是什麽 即是你不可以说别人 等于梁美芬和温宜 他说你不可以说别人是保安狗 明白吗? 即是你怎麽读大学 明白吗? 即是那个人不及格 正确是怎麽骂他 在中大那时候好像有门口 是的 他骂了魏俊仔 魏俊仔 即是他骂了两件事 第一是魏俊 第二是 保安 这个行业的 即是低名 你没有资格读大学 是的 这两件事本身是人格卑下的 是的 即是他这样的中大学生是怎麽会 中大学生的人格卑下的意思是 你知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嗯 不是你有一个学生 去骂那些人 是 那个是那个学生自己的问题 嗯 而是你们很多人是认同这个学生的行为 是 这个很严重的 你明白吗? 问题是你会发现 原来大家认同这个 不是大家是失智 大家认同 至少你不会谴责他 不会走出来谴责他 不会走出来和他割席 甚至有很多人是支持他 这个真的做得好 因为他们在这里赞成 因为他们是说 保安 他们要不让你保安查证 你不让保安查证是一件事 你也是政治抗议 后者你是针对个人 不是针对个人 我可以针对你个人 但是你不能针对保安这个职业 你不能针对保安这个职业 保安这个艺进的职业 艺进这个学历 这种行为比林郑月娥更坏 你读了大学而已 那你就大学9 中大学9 中大学9 你有什么 你都没做特首 你都没拥有权力 你都没做特首 人家是林郑做特首 我都说她离地了 你什么纳斯罗伯皮 我读了大学 还说今时那天读大学 还没看你读哪科 你读global business 神科 你读什么科 就是这么说 你再一路数内阶层 你什么纳斯罗伯皮 如果是四大家族 你什么纳斯罗伯皮 中大学9 你就跑出来 你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你这些人上了位 还得到全世界呢 真是很麻烦的 我读书就会自招 我们的山区儿童来的 是的 自招下你会好些 是的 你不要做独大学生 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 你自己是很卑微的 不要自己已经很高人一等 我觉得 画面最有趣是怎样呢 就是他骂班保安 那个是中大日的门口 后面有个悲的 可能你都知道在中大 就是崇基那个悲闻 后面是崇高维薄案基础在辱财 他就在下面骂 是这个画面上太讽刺了 最重要是因为没有人去国际 是 这件事最厉害的时候 还有些人是赞赏了 朱卫当然不敢骂了 是的 车太阳我们又谈回疫情 另外就是 香港这样的疫情严重 所以也有很多香港人 就回去内地避疫 而内地深圳都顶不住了 就开始就说 不如你们上去都可以的 但是你们上去要先订个酒店 和你先做了阴性检测的那些东西 那阴性检测是不都要的 但是你要先订个酒店 你不要来了才搞 就是想你们少点来 如果不是 深圳的压力都很大 另外有个群组 就是医院里面的爆发 之前也说过那个是联合医院 另外有一宗是佛教医院的女护士确诊 就是因为吃饭群组 就是医护士一起吃饭 所以又搞到有十几个人是重召 医护士是特别危险的 因为你是会传染病人 但是医护士少了十几个 医院的身份就不够人了 他十几个人同头吃饭还是什么呢 同头吃饭 应该要有限联织 就是一台不要太多 应该一台不要太多 坐太多人是对的 他们应该是在 即是身份上 没有光明镜天 可能是自己在家吃饭 因为他集合四方之正让 六间院一起吃饭 即是找六间院的朋友一起吃饭 应该是不在镜天吃的 那就是不在镜天 另外当然天气是冷了 大家也穿得多了衣服 今晚翻风 今晚翻风 好像昨晚都可以冷了一点 我把这件面纳出来 今晚再冷一点 就去到四五八度 再下个星期是四五度 四五度 四五度 简直是 不是吧 这是一个梦来的 很恐怖 即是我是极怕冷的人 你瘦了 我这样说不好 我当然是极怕冷 但是有几件事 就是第一 现在是没有那么怕冷的 有暖路 因为肥了 OK 第二就是当年读中大的时候 就很怕冷 因为中大在山上 真的是极冷的 第三就是始终一个人 生活比较好一点 你到处都有暖气 有冷气 所以没那么怕冷 没那么怕冷 即是说如果你经常都在街上 你会怕热一点 怕冷一点 是的 接着 然后最重要的怕冷 我发现 后来有一年 在大学读大学读大学的时候 经常都出去玩 已经没那么多了 我归因于考虑一下 就是调查原因 我认为出自大学的鱼饭就太坏了 所以你会吃得笑很多 你在街上吃一些好东西 你会吃得多一点 所以就会暖一点 在大学里吃的普通是差一点 变了你会吃小一点 所以会冰一点 就不够一些热量 令你暖一点 是的 所以如果有钱一点 吃多些不同的东西 其实机会暖一点 所以我又只是讲一下 食法限制问题 因为我是 一般每周都有一两天 在公司搞得很好 下出雅指 晚上就很惨 你没有东西吃的 唯有叫外卖 叫外卖也不是很简单,都是MG 你在公司那里都没东西吃 那里真的很惨 所以再次呼吁就是 吃东西真的放松一点,高台是鬼手 吃多一点东西 令大家保暖也好一点 随直市区是7度 新界是1-2度,即是4-5度 打股又是1-2度 我经常拿着就是中大便是1-2度 是没错 差不多是0度 大风大,简直是什么 即是新鸭顶那里吧 内地疫情现在也有些反复 就是北京进入防疫的紧急状态 春节、元旦都没搞那么多事了 不要去旅行 好像是什么不准回家夏天 做官员不准回家,公务员不准回家 是,公务员不准回家夏 所有什么团拜 什么共青团聚会也不要搞了 是 主要是令到疫情先控制了 因为它有16单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它两个区去到一个中等风险程度 都是要加强控制的 应该会做分区的全民检测 如果如无以外 美国应该在 今天 今晚过两千万宗 过两千万宗 它好像一万八千多 一万八千万 即是好像差 差十多万 OK 它因为那天是二十万 它差十多万就 就过 二千万了 是的 我想今天也应该公刑2021年 即是历史性时刻 历史性时刻 没错 公租里有二千万 不错的 这些是不应该遭人的 是 先施协 它亦是一千个41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 一千个41个人很低 比以前是30% 之前有零点 好像有几% 它是一千个41个人 意思是人口的总数 一千个41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美国人 你应该都会知道有哪个朋友 我身色死了 真的这么夸张 社会状况是很恐怖的 亦都是很多美国人自己说 战亦来未试过这么严重 好像死人多过以前 多过很多 那不是意识吗 是很糟糕的意识 是很糟糕的意识 因为你感染率 你应该这么计算 你用感染率 去当是当兵率 OK 即是说你感染率是远高于 你那个 参军的人数 是 你的死亡率也高过战斗的死亡率 高很多 还要是 那这个就是什么 如果他这样搞的话 他搞不电话亡国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 我个人看谭新强 他说的 他说得很好 他说现在是美国 大家不要说那么严重 他说你不要说 贸易质 不是什么贸易质 问题 如果你在美国来说 疫情是亡国的问题 在西方来说 其实是亡国的问题 是 而且他现在都只能够 靠货币不断吹大铺 但是这个报道会不会爆呢 他的货币是 at the expense of 买了他这些货币的人 因为他的货币 如果是中国的话 就不同 中国的货币 因为他全部是内购 如果中国是 印抗印货币 结果受苦的 就是自己国民 但问题是 美国抗印货币 如果是有 好像说有七成的货币 在街上 所以大家一起与他承担 就是与他分担了疫情的货币 所以他比较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有货币的优势 你会好很多 这个货币 最大事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货币的优势 就是导贯 但是暂时我不算导贯 什么是导贯呢? 导贯的意思就是 当你不好的时候 就是货币出街 别人一起承担所有的 导贯就是当你不行的时候 你那些货币回来的时候 当然没人要了 就是进入你本国了 没错 那你就大事了 就是说你如果 货币刀官 让我解释 你读过国民党金元券 是的 金元券为什么会崩溃? 金元券就出现一个刀官 是 刀官的意思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计算数 我印10元 我印多30元 那我印多两倍 不就有多两倍的通胀 理论上是这样计算的 是的 但是导贯的意思就是因为 其实所有的 大型通胀困障 都是因为你会发生的问题 就是 你那天会否被共产党打了之后 沦陷了 就是他们的沦陷了 那时候没用了 又去回货币那里 没了 就去回你原来没沦陷的地方 那时候你印1元 其实是10元回来 那些人都有导贯 就像老师这样帮你 是的 美国还没出现 如果大家大规模不用它来导贯的话 你就结束了 所以他说来说 那些人就说那些黄丝不好 然后就说 你不准中国用Smith或者不准什么 就行了 是 中国可能会破产 不过你这样的话 你会出现导贯 那你也会忘国 哈哈哈 即是蓝策 是 你也会忘国的 你的通胀困障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通胀困障的话 可能是以 百分之几多 对啦 谁拉不计 即是那些人会出现导贯 而他又没有那么强的专制力量 那是事必忘国的 即是有那么高通胀 那我们先扯回疫苗 这个疫苗 现在情况在德国 打完有人打疫苗了 因为他打了很高剂量 这个我也是很扭头 为什么会打高了 平时剂量的五倍呢 是不是这些东西不是很熟 那个疫苗是怎样打 怎样搞呢 他打哪一种 飞醇 加Bow and Tech 那个疫苗 好像是要追求的 要追求的 要追求的 他那一种是要追求的 即是要稀释的 所以你当稀释的时候 是错了的时候 就是这样 因为他说 他运输过程是要稀释才行 所以稀释的过程是要医务人员做 所以有机会是会 是的 没错 他不是一枝 他那些应该是 捅一捅过来 然后你稀释了 接着才行 所以你还会打大剂量 也有问题就是在德国 也是在德国 巴弗尼亚州 说是部分的疫苗 因为冷却温度不够 然后又不行 他那些很麻烦的 所以辉瑞是很麻烦的那种疫苗 所以我才说你到了最后 算来算去 你也是打中国疫苗 会稳定一些 他有几个优势 第一是旧科技 第二是储存比较简单 储存比较简单 才是出资机会比较少 即是说你会串线败较简单 你不用稀释 不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一针一揹 你会比较清楚 而且你中国人对中国人体质 即是你现在 即是说 我都相信 挥瑞科技 但是你是大家 如果在同样的状况之下 才能相信你的 你现在 中国本身是优势了 即是说 你如果 他用回 灭活科技 是 是 优势就可以好 就不需要那么低温处理 那你也是在 中国人的 在黄祖人的大规模 做个測試 OK 那你整个信心 就会大了 执行简单 你要求那些人这么聪明 要搞这种 那出错机会大量很多 你要求那么大量 你要求那么大制量 你一定要有些 即是等于 如果你是一个大规模战争 你一定有些 新兵 即是新的军人 去参与 等于 就乱打 那些 就乱打 见到女儿就奸 见到钱就抢 那些 虽然职业那些 职业那些 也会 吃更加的 更加的 更加的 抢得更加的 如果不是 就是黄哈斯 挨头抢那些 如果是黄哈斯 家里怎么那么有钱 黄哈斯家里很有钱 他们那些 你说几代军人 但是为什么那么有钱 那些钱从哪里来 然后这里有张阿富汗地图 跟着一个中国瓷器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其实也是很真实的 我一时没找到资料 就是他们 供进去这一刻之前 首先那些古董商已经分装 真的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聘用了人 预备了所有东西 然后大家预备了 我们要这些东西 给他们有组织抢 那些古老商是有的 那些古城是有的 还有古城是给他们 立了的 现在自己也没能力开的 那些立手叫乌尔城 并不诡 是的 乌尔城 好像是 乌尔城是很大的 乌尔是 乌尔是 大古城 那些是一个文化 好像巴比伦 那些 差不多规模 那个年代 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大臣 总而言之 是他六个了 他现在去到的时候 那些 股东商人 士兵也发大财 所以 你想想打一个地方 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的 最害怕就是 你很大机会死 而你去抢你 也不行 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你去到 只立了 这件事太爽了 我们又说回这件事 后来就是 德国政府就说 哎呀 那麽大事 那麽不好意思 但我也不知道怎麽算 就是唯有祈祷 希望他没事 是居然那些 但也没办法 因为新科技 要新上市 总是有些损耗 我经常都比喻 就像是一个教书先生 那时候是一个好的教师 但他不是T生是一个好的教书 总会是教唤了几批 才可能教唤 是私教一些好的 那麽问题是这样的 那麽问题是 有些事我是完全明白理解的 但最后没有发生我的信息 因为完全理解 我当然知道我们做的 但是真的 即是 即是不要骗到我 即是不要变成一个实验品 是没错 即是百分之一 很危险 菲律法宗总统 杜特尔特都很强硬 就说美国 你要是给疫苗 要是就 滚了 是 2000万 2000万 快点给 他都不是要求很高 因为菲律法宗总统有一些人 是 那都是五分一而已 是吗 是吗 是中国答应了给他这个数字 是吗 是的 在中国已经给了几百万 他已经打了 哦 所以 这边的大佬照我 那你 那你没理由不骗 这些不是好的领导人 我不是叫你 我从来都没有叫别人这些国家 是 亲中的 是 就是说我只是叫个国家 就是 不要对你的国民那么差 使你的国民老 是以着数 以国民的最高的 利益 为以归 就是 等于这件事 没有 是不是 你立策中国 我都是 立策中国 我都觉得对的 但问题就是 你至少为国民利益 你不要像澳洲安出卖自己的国民利益 是的 就是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如果不是 美国卖了很多水 那没问题 就是我 我很多朋友 都说起什么 譬如 史师傅 我有些事情是 against他的 就是against他的 有些client against他的 那师傅说 喂 你不用客气的 这些事情你自己做得了 他说 因为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 对不对 就是等于如果 如果我是一个律师来的 我接单官司和朋友打官司的 那我 我不用阴谋手段 我不用阴谋手段 他说我不会阻止你的朋友 赚钱的 是 就是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是很明理的 很明理的人来的 喂 最多就是加多一些努力 给多一些距离 大家无所谓 就是说 两个朋友在战场上相对 我们是觉得无所谓的 是 就是那件事 是 你是真正 依正规矩来做 你那件事 你是为了你自己 本人 的利益 是 就是说 或者 就是你为了国民的利益 就是等于那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大家的问题 大家继续拿出来 大家继续拿出来说 当然是不是把秘密拿出来说 你这东西打得很明 就是大家一起上台 两个朋友一起 上台打拳 你说 完了之后 你刚才那东西打得很明 我说那东西真的打得好 就是不是问题 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国为其主而已 国为其主 国为那件事不是问题 但是你不要用一些 我们看不起那些 就是好像特朗普那些 或者好像 莫里森那些 那些 你们是 那样东西 你自己本身 你是出卖了你自己的利益 就是三本五十六 没有人说他不对 就是他在输 他也有说过 但是他也 因为皇军有命令 所以他也坚持打下去 每个人都很 每个人都很尊重三本五十六 就是对 就是你尊重那个人 但我们不尊重特朗普 不尊重莫里森 就是这些人 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格 人品是不值得尊敬的 就是他也没有 真的帮本国 立了些什么 而最惨是更加坏 但是也很惨就是 港东南亚这些国家 反而似乎你民主瘫的那些 就在两个大国之间 你很难立续 反而马哈迪 杜特伊拉 这些比较威权的人 就是他就有流力 跟你扒紧 不是 因为 为什么民主派不行 因为当你没有威权之后 你身边的人 已经全部被 美国的人扒紧了 美国人扒紧了 就是说 每个人都好像 在逃生那些 你跑去美国领事馆 即是美国大使馆 后成 如果你是一个人也动员不了 你100个最高级的 199个都跟美国大使 都是有计划的 所以100个都扒紧了 那你那个人影响了 你的政府已经扒紧了 变成了他们的政府 有太大的扒紧了 你要是不让他们 即是像美国那样 如果你想想 你假如中国大使 驻美大使中国 是可以不停可以和你那些 参议员 什么呀 周长呀 好像他们一路这样谈 你想想会有什么状况 所以也很矛盾 你又要民主一点 但是威权又会好一点 美国为什么要威权一点 因为它有逐个击破 你都逐个击破 威权的话 威权的话 你只可以对 你只要想想 假如的话 美国有很强的Deep State可以去打你 假如 如果你开一间公司 敌对一间公司的代表 可以在你间公司里面 不停有office坐在那里 跟你的朋友聊天 那个是你的对头 假如你是 Facebook 然后你旁边的什么东西 你的什么东西 你的什么东西 苹果 Google 那些全都在你 在Facebook里面 都设置了office 然后每天跟你的员工去吃饭 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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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是很坏的 是的 你想想你便不用经营了 明白吗 所以他最重要的 因为你希望你有office 而且office 还可以不停跟你的手下高级人员聊天 你有空吗 不行 你选完他之后 你过来我那里做 你很恶搞 就做不了了 基本上就没得搞 是的 所以他就希望你做不了 其实 我们先谈谈香港政治 国际事件 然后再谈谈 有一个叫美国队长2.0 这个是何许仁也 原本是被逮捕的 都是涉及国安法的东西 在懲教署里面 他又继续坚持到底 这个是有些不器 他本名叫马仲敏 美国队长2.0的意思就是 我想关心的就是美国队长1.0是谁 因为美国队长首先我当然知道 是Captain America的美国队长 但是这个是 美国队长是第一个扮美国队长的 还是第二个扮美国队长的 这个是第二个 即是香港的美国队长是2.0 如果计算美国的美国队长 他就是第三个 所以我先问清楚你这句话 他一个不知道是谁 他是香港的美国队长的2.0 没错 他还很勇猛 继续在黎智国的环页上写 在監仓里面写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那当然那一件事 在監仓里写不写得 当然不写得 你在外面写也不行 監仓写不写会可以吗 不是監仓写来没有 他没事的 監仓真的可以 你在外面写 我告诉你 好吗 你在外面写 你是会逮捕的 你在監仓里写 如果監仓的职员 要再去报警 然后你再回到警察那一次 再去律政署再上法庭一次 才能再控告你 監仓的懲教署不会够麻烦的 他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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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如果你搞过麻烦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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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liksom ну的 你知道奇怪 Tight 但那次可以怎麽办? 我想他会先加监 因为加监是承教主的discription 你知道什么是加监吗? 即是坐久一点 为什麽会坐久一点? 即是深期押后一点 不是 因为大家知道坐监是坐三分二的 是是是 即是假期的 你理论上是法官才判你坐监 即是说承教主可以减你假期 是 可以减你假期 不让你放假 那时候你就要一直坐 因为假期不让你放假 即是说本来你是坐三分二的 他就可以叫你坐 譬如说你一年的 你是坐三分二的 一年就是坐七个多月 八个月左右 坐八个月 你八个月 他可以加你九个月十个月 是 这样一直加你减你假期 但是 监狱有些人 他已经加监 够了 你打监他都没去扶 你完全没去扶 即是他已经加到爆了 加监 但是你加监是你加到的 是刑期上限 即是最基本的可以做 刑期上限 当你加监狱有些人 据说有些人是你害怕他 你没有办法 因为承教署 你没得再加他监了 他冲到爆了 是 除非你要报警 再由头再走法律程序 说他这件事犯不犯 你做大承教署 那些人不会这么做 就是警告署的国安处 就是为国安公署弄他 是的 原本他已经在告有几条罪了 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组的行为 现在再用国安法 应该会再搞他 应该是分歧执行的 因为你不是同一件事犯了 分歧执行加上就可以坐一生了 即是二三十年这样 那些真的你没去扶 因为他坐一生的时候 你完全 即是那个人如果你坐二三年 你真的没去扶 你搞他不行的 他都预了本屁 不过他就在监狱 再搞时代革命 就比较难一些 是的 他本身我想都是坐五六年而已 你再加个国安法来搞他 十年一二一二三年 你穿得美国队长这些衣服 你已经耐他不合了 即是呢 你已经死了 这个就是 黄毓民教我说 咬他头下咬他事不重 你都不知道怎样 不知道怎样说 头下咬他事不重 即是这些惨手的事情来的 又说回十二港人潜逃 我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都是看这么多个 之前香港媒体 他们打了电话 去那个法庭问 问了闭门审讯 那turn out就应该不是了 你可以有人旁听 很多申请进去听 这么说 有一个观众会议得很好的 是 他说 其实需要怎样点你 最多都不明白 中国法庭怎样会点他们 他说其实 就算是庞听审 我只要有人名额限 你都永远都抽不到 就是坐着各个人在那里 你都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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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给庞听审讯了 其实就是他们这么说 他们的家属 都是真的不会过去听的 但现在只是吵几句 你被人落了口实而已 是的 家属又怎会过去听 有疫情 然后家属去到你 你以为家属不是 不是和他一伙吗 十居其九都一伙 那家属第一不会隔离 第二也怕自己去过被抓 但是对于坐那个是否有利呢 家属搞这么多东西 不理 是的 是的 其实坐多两个就好 就是后一托多你几脚 是 没错 这些人说 美国这样去支持黎智英 黎智英的话 其实可能令黎智英的情况更加坏 黎智英他就太有名了 没什么办法 但这些人又不是太多人认识的 快手坐完 那你想着草就着草 想去怎样就怎样 那再算了 因为现在中国也不怕 其实这句估不到就是这个疫情 帮了中国很多 第一就是帮中国还了钱 因为他人民卫星座 变成他那堆东西 超多人人民卫星座 变成本来今年是 今年本来他应该是 那些人怀疑他会真的破产 就算没办法是最艰难的 结果现在还钱就轻松了 因为他是还展高峰期 还有出口是赚钱的吗 还有货币涨了 所以等于要赚美金的小座 现在欠外债 欠内债没问题 欠美金才有问题 第二就是现在中国 中国人开始的认证力就很强 大家觉得我们比美金更厉害 继续内存华消费 最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美国最初的时候想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策略 就是想颠覆中国 就是想中国人自己 就像香港人那样去造反 现在你是否可以 现在他一看见你的话 他再加上他的内孙 说到说 我们中国是最强的 然后你们美国就爆煲了 你不要去他们死了 这个内孙是最好的内孙 所以变成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搞不到他的内包 就是史无前例 这么全结 是的 一个个加一个领袖 最主要是一个国家 一个领袖 他对国家的准罪力很大 但是对习近平的准罪力 也是很大 但问题是 因为之前对一些人 在习近平路线有怀疑 但是现在就没有太大怀疑 但是当然 大家对中国的归属感 都比领导人更大 始终是对中国的归属感更大 这个是未能够turnover 那也是好事 如果你对领导人归属感更大 我对国家就麻烦了 很麻烦 可以随便打仗就行了 另外有一宗是香港 与警察相关的新闻 都不知道搞什么 很无聊 今年二月的时候 有一堆是深水埗警区的警察 就去反罪行动 谁知道就去打露宿者的家当 不知道搞什么 九个警员就逮捕了 确实是有些事的 有什么罪名呢 其中八个就告刑委 商人 防害司法公正 公职人失败 没有什么解释可以说呢? 我想应该跟老宿者有些冲突 如果不是鬼打执行动 但问题是你做这些行为 做这些事情 其实你去搞那些老宿者 都挺坏坏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 你永远就失败了 失败了 没得搞的 现在所有扎阵来做 现在邓炳强好处的地方 就是拘捕自己人 都从来不守远 可以是整肃坏的 是的 其实你拉着老宿者 他反抗就有他 你没办法的 人家已经是这么惨 那些都不会跟你 在意这些地位问题 是必然反抗你的 是的 没错 另外有一宗就是 香港的一个 文物保育 就是说去搞那个 主教山的时候 发现有些 古罗马式的建筑 就是一个缩水池 这个我们不用特别去说 因为我们今天那个 新闻专题就是说这些 OK OK 那就这么多题了 OK 另外说回中国的新闻 当内地反垄断的铁拳 就是继续打下去 那现在就到美团了 因为美团 虽然是什么呢 先说美团 美团本身是中国做 代卖最大的一个APP 是的 也有很多其他服务 例如你买戏票 甚至你加的共享单车 都是属于它之下 那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最大的 科学企业巨头 那就是因为 涉及反垄断问题 就是在美团上面 你找不到支付宝的支付位 是的 那就说你是否真的歧视它 还是加速是损害竞争行为 在美团加了力 推向美团支付 就是想和它打对台 那现在当然就是除了 WeChat Pay和支付宝 也有几家上来的了 那一堆银行自己也有搞为 叫做龙支付 那当然是混战 那现在有些官司是要打的 那有些竞争对手去告它 反垄断 因为支付是最大的病人来的 是的 那当局也有心把这个反垄断的铁拳 除了这个阿里巴巴之外 你这么多家都要处理它 就是大一句头里面 我认为这件事是一件好事 我讲一个比喻给你看好吗 是 香港很多大厦 譬如 我不讲香港 我讲大陆 大陆所有的大厦 都是收到 那些电梯是收到信号 它规定了你一定要去搞 中国联通、中国儿童两个信号 一定要收到 其实如果现在 就是因为香港的那些 大厦、地铁、地铁 那些之前 现在的地铁全部收到 那些很多 就是很多是 不compatible 长实的大厦 那你当然是三里的电梯都收到 之类这样的事 其实如果你这样去做 你将全部 反再垄断的话 你的一体化之后 你就是整个消费者很大方便 就是你现在这样搞来搞去的话 是 你不能够 那种 残害了整个 整体 令它不方便 我都说了 你从大陆的电梯全部都有 信号的 信号的 你知道这个 是吗 知道 但我都说 你们不要搞来搞去 我就要你们全部都有信号 就是那样东西 就是 支付总而言之 你们大家 你不好的东西 不compatible 总而言之 一定全部都通的 那这件事是更好事的 他们争 其实才出了很多优惠 1415年 那牌子刚刚出 美信支付和支付宝 那是很显示的 当时你去吃饭也有打折 那时候很开心 现在又回到这个年代 是 就是所有的 你不准杀熟 不准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 就是他那件事 就是说你将它 为什么你会觉得 社会主义有优势呢 共产主义有优势呢 因为你是觉得它的消耗内耗是比较少的 就是说你当在上面打完一场仗 很凶残的仗之后 其他的内耗会比较少 因为计划经济内耗比较少 那很多人说计划经济内耗比较少 他们现在常想走一条路 就是内耗比较少 但是你要维持竞争力 我又要让你互相竞争 也不要让你没有内耗 就是他试过好像应该是 好像是中国移动 中国联系和中国联统 如果没有记错 杀得太厉害就是打得太厉害 高层互吊 高层互吊 全部互吊 就是说你去拿到 你明白了 就是不要让你们这样搞 就是他这些就是 属于这样的做法 就是你不要那么内耗 当然如果一些西方竞争 逐时竞争 你会认识这个任务 就是打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的社会会很大 中国当然现在 玩这个市场经济是很滑稠的了 他也知道整个是怎样玩的 他也知道 即使是他 减少一部分 即是他计算好才做的 因为之前从美市内计划经济 即是说美市计划 这么详细的计划经济 是苏联中国他们发明的 他摸索了几十年的话 就渐渐这件事 玩得拿手很多 以及有些数据 帮助他就差很远 这个是很大的题目 这个是马云港 马云港 是的 就是数码独裁的东西 另外有一关关于新经济的 就是香港上市了一个多月 叫做泡泡马特 有没有玩过这个? 没有 没有玩过 其实跟扭蛋差不多 我知道 是数码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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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人们就这么说 就是因为又没打压 又不让他们扭 又被人打 就是说你的消费太厉害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上任的长者 就是长者玩得很奇妙 还要花了七十万去玩 他因为扭出来 你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密盒 这个就是密盒 他现在就是想打击这种东西 就是扭蛋这种东西 就是你不可以消费 别人不要买那个东西 其实是有赌博成分 但是其实那些人就是说 那些扭蛋的全部卖不出的 竟然是这样就卖得出的 其实发明扭蛋就是这样的 发明扭蛋就是 好像是日本 那些扭蛋就卖不出的 就不如竟然在蛋里扭 你不知道是卖什么 竟然都卖得出的 那些人就玩 喜欢就是扭蛋的感觉 他原本是那些东西卖剩下了 发觉我怎么都卖不出的 不如我 弄到它盲盒吧 你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那有种雜油的快感 是 没错 居然非常好迈 是 再来扭蛋就这样 当然扭蛋机 我们这些不知道出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是 很久之前已经是 已经历过了 是 那样东西叫YES卡 YES杀是很棒的 YES卡其实是扭蛋机发明的 是一个做日本扭蛋机发明的 他就很喜欢 他女儿好像是YES YES杀是 YES杀是 又很喜欢扭名声卡 YES杀是找艺朕合作 YES杀是说不如搞YES卡 那人艺朕没有信 不知道是否可以 随便吧 还要收你收你很贵 你总而知 一来到就什么 就是被人买的 那些 接着之后 然后 然后 谁知道 你都瘋了 就是 总而言之 接着之后就 一个月买六百万张 神经病 很夸张 是 出版业的奇迹 奇迹来的 估计则是应声下错 百分之十五 似乎新经济这些 在内地政府眼中应该要收拾 基本上是 应该要收拾的 因为跟着走得太快 会有很多问题 政府周围整顿一下 也是好事 我们再说完最后一宗新闻 关我事就是最后才说 周围是大战民进党 对啊 上次说了 大家打得更厉害 是怎样打呢 杀到监满地鸡血 上一次说了 后来 民进党的立委 苏貞昌 然后一堆在围绕我们 但是我们有个新同事 小编来的 还拖 还拖是打得很厉害的 我详细讲一讲 因为那些post 是哈雷淑星的奇迹来的 当时就是 亚势的收市很高 打到 无线塌了 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 因为我们一直在Facebook 都不是怎样搞的 那忽然之间 那个post 是十几二十万的 Kickway 哈哈哈 都离开了你们 都离开了 基本上 然后在台湾的南营 就所有 传媒都不停报我们的新闻 就是亚洲的小编 又打这份进党 哈哈哈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来的 但就不是由你操刀的 我关事 只能说 那我怎样都关事 就是走不掉 但是不是全部关我事 那里面发生什么事呢 先讲一个 就是不思谣 就是台湾一个立委 他就说 就是亚洲的小编该打 连我的名字都说错 我不是民众党党员这么简单 我是台湾的国会议员 那我们的小编是周他 你全名都不是台湾国会议员 你是中华民国 的这个什么区 台北市第1选区的立法委员 就是周他一律 那你究竟是 你是目无中华民国 还是你是 不敢说中华民国四个字呢 然后台湾的南湖就很high 是这样的转载 就打他一轮 打他后来 他说算数了 It is ok 台湾的言论自由 我都是 不搞你们 搞到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真实发生的事 就是 币刊的网站是被DbOS攻击的 那我们怀疑都是 陆营的网军 所谓 那我发觉 是民进都是 极其小器的 就是你和他 打交环都会搞你的网站 是 没错 因为超越那个平时纳纳量20倍 以及源于这个蔡依惠的攻击 很难不是网军来的 是 这个是币刊的花边新闻 但我觉得 事事价值就是说 民进党是极其小器的 从来也是 民进党这样搞法 就是难怪台湾的男人 是如此不顺气 他这样搞法是对的 因为台湾是如此小半岛 其实台湾的民主是没想到的 他这样搞法有一定的基础 是一定是合理性的 但是大家不知道 台湾其实之前 一直开放民主法律 什么时候好过 所以其实他这样搞的话 因为他这样搞的话 只不过他这样搞 就是因为他自打最把 就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出来的 你上到来就反过来 而且你要对付那些男人才可以 因为台湾民进党家的人一直在说 是军事不是立委 美国为什么立博成功 因为有三分之一的精英 已经滚走了 就是那些有英国认同的人 摊在加拿大 现在他们在想 如何对付这200万韩分 其实从来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半年前已经说过 我应该一年多前说过 在三个中产党的时候都说 他们那些人抛回加拿大 我早过他们来说很多 就是说他们大概有三成的人 是回到加拿大 我说香港也会有一个状况 那时候我就说了香港 香港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是有些人走了 才能维持到那个寧静的情况 香港好些的人真的会走 但是台湾那些男人是不会走的 这样说的 要视乎中国的状况 如果中国真的好似 所以中国永远都是基于 至少高丹说他们是不会错的 有一个没错就是 他们是基于支爆 到最后如果支爆了就不错 如果有一样支爆了 就是说中国爆炸 中国崩溃 如果中国崩溃 南沿不是崩溃 就回彻射 现在中国没有崩溃 其实就是这个角力之争 就是亲中和亲美 为什么亲美的人 在文进岛会比较多 就是什么会比较多 就是只不过是因为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势力大一点 而且事实上也是 如果中国有一日势力比美国大 你到达就会反撲 南沿到最后 你现在的男人似什么 就是似中国现在上得比较劲一点 所以才这样咬回头 到最后 到最后都是你们的背景 台湾就是一个撕裂的 和香港一样 撕裂就是因为你是中美交锋的 一个前线 前线 现在台湾的男人就很高兴 反而 中国 衰的时候 就是在20年前的时候 还是没有这个撕裂的 因为那天仍然是很明显 就只不过是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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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难分的就是 就是 等于男女的关系 最难分就是你当 老公和老婆两个人都这么大势力的时候 你就很难搞 你就很容易坏了 你反而如果你的老公和老婆两个是强弱丸殊的 那时候呢 就稳定结构了 没错就稳定结构了 就是老公是咬得很远的 是稳定结构 或者老婆是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大 那些部分都是很稳定结构 是 那我们是否说了Pierre Cardin Pierre Cardin 小小 那他是 以我有限所知的时尚东西我不太熟 就是一个法国的时尚级大师 他有名的东西就是说 时尚 这些时装的东西不只是给一些高级的人穿 是每一个人 都会日常 应该体验到或经历到的东西 即是他搞这些衣服 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你这个死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你不能说的 我只是说给大家 你交给我就可以了 这个人有一个告诉你 不是一个事实问题 而是 上了年纪的人会知道 当年的时候 香港个个人都Pierre Cardin 一个大个P字 全是一个没人认识的 这个人死了 如果在40年前 是香港极大的大失文 是从来没试过有一个 牌子 或者有一个 事实的计刑师 在香港 是这么厉害的 现在你所有想得出的人都没有一个 所有都没有一个 Pierre Cardin 当时你没有记得那个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还没出生 是橫掃的 是Pierre Cardin 死了 所有的阿伯 大家都应该会知道 当初是多厉害的 他的P字 在香港 曾经试过 是 橫掃的程度 完全不能想象的 Pierre Cardin 这个字 明白吗 所以 我才特别要说 这一点就是 集体会议 已经说完了 是一个集体会议 大家可能 现在这个人 现在二三十年没听过 但是当初的时候 曾经试过在一十年之中 他在香港是橫掃的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你只是读他的新闻 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特别的 你只是需要大家 说出来 就是全部的 伯伯和叔的集体会议 就上来的 但是他有什么特色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时候很小 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大家个个都要 皮带一样 是相约的P字 全部的 有个P字 很厉害 那个年代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但是男人用的 叔叔和伯伯 我不太觉得 女人是特别的 很多Pierre Cardin 不就是这样 所以 你说他死了 就可以了 大家现在的集体会议 都勾出来 不需要解释 一个时代的宗言 一个时代 他那个时代终结了很久 他那个时代 但是我完全失了 但是曾经试过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香港很封闭 就是不是很 世界的资产 我不知道Pierre Cardin 这个时装大师 究竟外国 是不是真的 好像他在香港 那么厉害 但是在香港当时 当初的时候 他是橫掃的 橫掃了 是 即是大家 想起 就会想起的 不需要特别去解释 因为我也要解释 我们也解释 不能解释 OK 新闻联播 我们先说到这里 好 拜拜 拜拜 13年前 周显大师写炒股密码 透过财技角度分析股票 这本书和以后相关的著作 影响了很多人 改变了很多人对于股票分析的看法 13年过去 受周显金融力量影响的人 被捕金融界 周显大师 可以说是 屠里满满 很多他的徒子徒孙 今天已经跪居金融要职 甚至有些已经是金融界 或者商界 上了位 今天的金融世界 已经和十几年前 不一样 中美关系 疫情 量化宽松等等的事件 前所未见 世界正处于变局当中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利用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金融理论 去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 因应时势的转变 近几年大师改进了他的金融理论 加入了新的元素和分析架构 以应用在今天的金融市场 大师已经十年没搞过股票课程了 大师今次决定将他全新的金融理论一次过传授给各位 亚洲电视即将推出名为2021周显投资课程 一共五堂 一月正式开课 大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